在进入正式课程前 我们先复习一下导函数的概念 以单向多向式为例 x 的 n 次方的导函数计算方式为 指数往前提并指数减1 以 f 的 x 等于 x 三次方为例 f 的导函数为 f 的 x 等于 3x 平方 由上可知 在 f 的 x 等于 x 三次方时 导函数为 f 的 x 等于 3x 平方 这时当 x 等于 a 时 其导数 f 的 a 等于 3a 平方 即代表着在 x 等于 a 的切线斜率为 3a 平方 而当 x 等于 1 时 我们将其代入可知 f 等于 3 代表着在 x 等于 1 的切线斜率为 3 那么如果我们尝试做图 先画出 y 等于 x 的 3 次方 当我们画出 x 等于 1 时 会和 y 等于 x 三次方有一个焦点 以此焦点作为切线 即可得到一条斜率为 3 的切线 在不同的切点时 也会有不同的切线 而同学们可以看到 当切点移动时 切线也会变动 同时也有不同的导数 例如当 x 等于 30 利用 x 三次方的导函数 3x 平方 可得导数 27 所以导函数是该函数之切线斜率的函数 那么如果有一个大 f 的导函数 大 f 等于 3x 平方时 大 f 会等于什么呢? 在前面的举例中 我们可以知道 x 三次方的导函数会是 3x 平方 那大 f 只能为 x 三次方吗? 同学们可以想一下 然后可以发现 不只有一个像 x 三次方加 1 x 三次方加 2 x 三次方加 3 等等 以上形式的导函数都会是 3x 平方 因此大 f 不为 1 并且列不完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讨论 大 f 和大 f 的关系 以 x 三次方的导函数 3x 平方为例 我们称 x 三次方为 3x 平方的一个反导函数 相同的 x 三次方加 1 x 三次方加 2 x 三次方加 3 也都是 3x 平方的一个反导函数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反导函数不为 1 那么 f' 的反导函数该怎么表示呢? 当有很多个反导函数 如 x 三次方 x 三次方加 1 等等时 我们常会用常数向 c 作为各个常数的代表 因此大 f' 等于 3x 平方的反导函数 大 f 的 x 为 x 三次方加 c c 为常数 依照前数反导函数的概念进行整理 代表着若某个函数 大 f 的微分为小 f 则 大 f 为小 f 的一个反导函数 因此我们可以定义反导函数如下 若函数大 f 满足大 f' 等于 f 则 大 f 为 f 的一个反导函数 接下来为了计算反导函数 此时我们借用前面课程介绍的定积分符号 把所有的 f 的反导函数 大 f 加 c 都记成 sum f dx 此时我们称 sum f 为 f 的反导函数 若以前面所讲的内容作为整理 我们可以将其写为 若大 f 为小 f 的反导函数 即大 f' 等于 f 则 sum f dx 等于大 f 加 c 此部分仍需注意需要加上长数向 c 代表反导函数不为一 接着我们一个例子进行说明 若大 f' 等于 x 三次方 那么其反导函数大 f 的为何? 我们先思考 x 的 n 次方的维分 为 n 乘以 x 的 n 减 1 次方 因此 n 分之 1 乘以 x 的 n 次方的维分 等于 x 的 n 减 1 次方 若让 x 的 n 减 1 次方 等于 x 的 3 次方时 可知道 4分之 1 乘以 x 的 4 次方的维分 为 x 三次方 那么同学看到这个式子 可回想一下前面的内容 知道 4 分之 1 乘以 x 的 4 次方 是 x 三次方的一个反导函数 因此我们可以说 大 f 的 x 等于 4 分之 1 乘以 x 的 4 次方 加上长数向 c 这里的 c 同学很容易会忽略 所以请同学特别注意 不要漏掉长数项哦 最后我们将其写成不定积分的式子 则为 sum 大 f' of x dx 等于 x 等于 sum x 三次方 dx 等于 4 分之 1 x 4 次方 加 c c 为常数 课中测验 请尝试选择出正确的选项 我们从前书内容得知 函数大 f of x 的微分为小 f of x 则大 f of x 为小 f of x 的一个反导函数 则选项 1 的微分为 2022 x 的 2021 次方 选项 3 的微分为 x 的 2022 次方 因此都不是答案 而选项 2 的微分为 x 的 2023 次方 等于题目的要求 因此本题答案为 2 那么最后我们来整理一下 反导函数的概念 我们知道当多项是 大 f' of x 等于 f of x 时 大 f of x 为小 f of x 的一个反导函数 这里再次强调 此部分代表着一个反导函数 因为反导函数有很多个 那么我们如果要对 f of x 的反导函数 进行统一整理 需写成 f of x 的反导函数为 大 f of x 加 c c 为常数 而后面的常数项 即能让很多个反导函数有一个表示方式 那么若以不定积分的形式表示时 sum f of x dx 为 f of x 的反导函数 又以大 f' of x 等于 f of x 则 sum f of x dx 等于 sum f of x dx 则我们可以将 f of x 的反导函数写成 sum f of x dx 等于大 f of x 加 c c 为常数 这部分请同学一定要注意加上 c 这个常数项 那么同学们看到这里后 可以发现实际上 f of x 的反导函数 即为 f of x 的不定积分 因此同学们未来在写算式时 看到求 f of x 的反导函数 则可直接列示出 sum f of x dx 并且计算过后要记得加常数项哦 那么今天的反导函数介绍到这边 各位同学 加油